各位郵管的博客們 大家知不知道在2022年3月2日開始 郵管對我們放上去的資訊 進行更嚴格的規範 跟大家看看他們那邊所放出來的資料 跟大家讀一讀 郵管由今天開始 郵管會阻止RT Russia Today 今日俄羅斯 和Smitnik 俄羅斯的衛星部 包括在哪裏 在整個歐洲 自從俄羅斯入侵WG 我們就會 著重地 刪除 這些 wildative content 違反規定的 資訊 而 幫大家 接下一些 Trusted news and information 值得可靠的 新聞和資訊 這些會分開幾天來做 第一 將這些 和俄羅斯有關的媒體 賺錢 賣廣告的收入 大量減少 這是全球性的 亦是 無限期的 糟糕 我在這裏 繼續幫俄羅斯說好話 我真是沒有錢收 第二 他們所謂Trust and safety team 信用和保安的隊伍 就會很快把這些 違反的資訊 移除 他們已經移除了幾百個 這樣的頻道 和數千個 這樣的視頻 當人找一些 和俄羅斯 烏克蘭有關的 資訊的時候 他們會提供一些 Afforative 權威性的news 權威性的資料 誰決定這些資料 是否權威性 亦會將新的 資訊放入 Info Panel 放入資訊欄 讓大家知道 是否 一些政府所資助的 訊號 資料 他們的工作團隊 會繼續 嚴密監視程序 如果有新的進展 讓大家知道 其實說清楚就是censorship 這個就是 現在裂開 這樣補 果然好辦法 這塊東西怕它掉下來 找東西黏住它 現在就是在做這些 他說 Thank God 多謝上帝 為甚麼 What we can and can't see 我們現在可見和不可見的東西 會由大商業機構 好像Google 決定 現在油管說 將人和可靠知識 信號 駁在一起 就是 洗腦 是不是 這就是現在油管的 策略 好了 沒辦法 我雖然在油管上說話 但我希望我自己說的東西 是經過 最簡單的 訊息調查 可靠我才敢說 不然我也不敢說 所以 我的東西可能會慢一點 因為我不敢說 假的東西 但是 他不給我 賺一些廣告費 就不給 也不麻煩 不在我手上 最重要是 講自己的良心 過得自己過得日 也希望大家 如果覺得老耀說的話 有用的話 就幫忙傳出去 讓多地人聽到一些 西方政府 不想大家知道的東西